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公佈 開發郊野公園邊垂土地建屋建議更多細節 除了興建居屋、社區配套設施之外 還要留3.65公頃土地建路人院舍 嚴建平點體院舍選址 看周圍的環境配套 現在在郊野公園邊垂 起碼是背靠綠化的地帶 也有鳥羽花香 挺好的 看著下面是一個平原 一個低密度的鄉村屋 三層高度發展的地方 周圍環境不太差 應該挺好的 全香港你看到很多老人院 在市區、多層大廈 其實環境很惡劣 不過本港長者院舍縮位一直供不應求 遠舍人手也嚴重不足 究竟在建築設計或設備上 有沒有方法可以改善問題 讓更多長者受惠呢? 本身是工程師的嚴建平有這個建議 如果是在這裏做一個大型的老人院 我覺得可以跨到一個 我們叫做智慧老人院 用多些新的創新的科技方法去處理 我們做好些我們那些無障礙通道 做好些我們老人院裏面那些 所謂智慧設施 有很多自動的系統 用AI的系統 趁這個機會我們有這麼大的地方 和有這麼大的社會期望 做好些 老人家的起居生活環境 跟我們年輕人的生活環境不同 他在吃飯的要求不同 他在無障礙通道已經很不同 在一個老人院裏面 方便一些老人出出入入 吃飯、起居飲食、洗澡 那些系統 亦都可以減少服務員的負擔 如果是自動化的話 又減少糾紛